DMC 惡魔獵人 經過完全改頭幻滅的全新惡魔獵人彈釘 終於在眾所矚目和話題 不斷的熱烈討論下隆重登場啦 要扛起惡魔獵人這個傳奇動作遊戲系列的招牌 可一點都不是小事喔 但在接手的製作團隊 Minja Theory 的全力以赴下 來勢汹汹的 DMC 惡魔獵人 以全新的故事設定和大幅變動的戰鬥系統 來迎向這個挑戰 這代遊戲的故事 以前四代沒有直接連貫 主要舞台是設定在一個人類 受到惡魔系統化控制的世界 透過會使人愚笨的飲料 24小時的監視 媒體的洗腦 金流和債務的掌控 人類正處在無法翻身的人間煉獄中 而我們這位比以前更痞更年輕的蛋丁 從原本的不在乎 到得知自己身世之後 決定和雙胞胎哥哥維吉爾 一起一環一環的摧毀這個架構 並且找出這一切的幕後黑手 同時也是兄弟倆的弑母仇人 魔帝孟德斯 雖然是由新的團隊接手 DMG惡魔獵人 與大家以往認識的惡魔獵人系列 在系統上仍然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但是當你一開始玩 就會發現許多明顯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個就是歷代玩家們 所習慣的鎖定系統被移除了 取而代之的是與歷代不同的操作方式 和全自動的鎖定 這個變動可能會讓老玩家有些影響 但是對於新接觸與重作遊戲 不拿手的玩家們來說 可惜像竹鷹喔 在新的詮釋下 最大的蛋丁 是一個天使與惡魔混血的 滅法雷姆 這個設定除了在劇情發展上 有著重大的影響之外 也在戰鬥的系統中 參了很大一角 蛋丁的招牌大劍反逆 一樣是最主要的武器 這回新加入的其他主武器 是兩把天使武器 以及兩把惡魔武器 和各自的勾爪形態 勾爪形態的用途 是一個會把蛋丁往目標拉 另外一個則會把目標拉過來 除了在戰鬥上的應用之外 整個遊戲裡更是充滿了 需要活用這兩種勾爪 才能夠通過的地形 所以有五把主武器 兩種勾爪 再加上三種槍械 整整十種武裝 能夠讓大家隨心所欲的使用 熱愛華麗COMBO的玩家們 是不是看到了能夠盡情發揮的舞台呢 跟隨著新武器系統出現的 就是這樣只有特定屬性 或是武器才能夠突破的地形 以及特定武器才能夠打倒的敵人 用作武器可是沒有用的喔 沒接觸過惡魔獵人系列的玩家們 可千萬別覺得惡魔獵人 就是將各種如何的怪物打完就沒囉 各式各樣的魔王戰也是一大特色 我們要好好地觀察魔王的攻擊模式 找出最適當的迎擊方法 確實地閃避魔王的攻擊 甚至要稍微找一下才能夠看穿魔王的弱點 一舉來個迎頭痛擊 這一代有整整七種不同的難度 想必不管你是什麼程度的玩家 都可以找到一個自己可以爽快發揮的空間 玩惡魔獵人系列也不是單單玩COMBO而已喔 有的時候也有些小解謎 在破過關之後帶著後期所拿到的能力和武器 回到前期的關卡 更是有不少東西可以好好探索 其中包括了隱藏的任務 道具 或者是充滿了紅魂的房間 說什麼都應該給他走一趟囉 整體來說 DMC惡魔獵人豐富的耐玩度 想必可以經得起各位玩家的考驗 未來這位新的彈丁 是否會發展成新的系列作呢 還滿讓人期待的對吧